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官方剛剛有公告的這個貝莉亞夢魘集 那就是已經確定了 那時間的部分呢是下禮拜三 8月21號晚上的10點到8月25號禮拜日 那已經很久這個夢魘集沒有禮拜三打了 之前都是禮拜四啦 那這一次的話是21 22 23 24 25開 接近五天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說這個完整故事請看 為之後的挑戰創造優勢吧 所以看起來是會不會有一些這個線索 我們看一下 不是這個 然後這邊看一下故事的部分 貝莉亞的故事 貝莉亞本來為警備隊成員 某一天因為抵擋不住 獲得更強力量的誘惑 然後 獨吞這個等離子火花塔的能量和 然後再來的話他對他等離子火花塔出手 然後因為光的能量蓋過他的力量然後失敗 然後他就觸犯這個什麼宇宙警備法力 被築出光之國 所以他原本也是這個超人的一員 消失在宇宙的盡頭 然後接下來呢他被這個雷布拉德星人利用 那最後還是被強行附體成為邪惡的超人 然後把這個跟神魔的故事聯合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貝莉亞感受到這個神魔世界強大的力量 為了加快恢復決定入侵神魔世界吸取力量 那這邊的話就是輪到大家這個召喚師出手的阻擋 但因神魔世界的力量被貝莉亞一直吸收 召喚師未能充分的使出力量 意思就是說要你用這個利羅來打是不是 超人利羅發言時是出手阻擋 然後接下來超人傑德加入戰鬥 這邊我在想會不會是關卡可能會做球給傑德 這張廢卡 因為這張卡真的太廢了 可是感覺看這個字面上的意思可能會做球給他 不過光輝人物呢大家應該都可以拿到滿技的傑德 所以應該也不用擔心 兩人從貝莉亞的體內釋放神魔世界的力量 喔沒了 喔沒了 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情報就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